監督政府中市高齡寄举对大国分析 特别含国兴台下合作办理 高齡医学及福祉的研讨系列活动 你正在加基台哈市民学区 基盘第四中的工作 以高齡社会下长照的挑战与社会责任为主题 要请专家学者共同来探讨 市民需要登记照合的人口 随着社会和令化快速增加 政府中市登记照合的制度 在今年推动登记照合10年计为2.0 希望可以在地论化和在地的国家 也看待国家的对象和国家的项目 要让民众看得到也用得到 同意市政府为了探讨着高齡社会责任 登记照合的挑战与社会责任 特别去办件讨论 要请到三岸学的代表共同交流 那怎么把参与照合做得最好 让这个需要长照的人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让社会的责任以及社会的压力能够降到最低 这也是我们要探讨的 那其中一个 如果我们能够做预防医学的话 也许可以露出我所讲的 长期照顾最好的助度就是不要长期照顾 或是减少长期照顾 延后长期照顾 那我们一系列的研讨会都会朝这个方向来迈进 让嘉义市能够引领风潮 认真的来探讨高齡社会时代来临 所需要面对的健康跟照顾的问题 这一天我们讨会真的有当教博物法集合 当教基格管理和条件 各领论化 既福祉社会 发展的企业社会建议 市场头身体 各地大学校的爱国 合适要的工资 一个的参与分项 各地市政府 先叫他一个 还有两个人做 中立学在七月十八号 中林医学管理专科学 和七月二十号 我方科技大学基盤 欢迎七名朋友 共享信基 最新新闻 郑佑明王书宣 加以期彩虹博兜